本届战绩的一个情况 紫荫城的话是六胜一瓶 咕咕苏城是五胜一瓶一负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 咕苏城小祖赛输给谁了 咕苏城我没记错 他小祖赛输给的那个服务器叫什么来着 呃 盗坏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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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哇 突然忘了 你不问我就可以说出来了 你问就突然忘记了 你知道吗 不是 强服那个 那个叫什么 四强的其中一个 我指尖啊 这么个我就 哦这么个就卡在那里你知道吗 呃卡在那里卡在那里了这么个对 然后解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服务器的一个 报名的一个阵容吧好吧 紫荫城这边的话有 铝盘木捕驼大唐武装加地府 那420万那个战神 紫荫城的话其实 武装 我还没见上过 我想想 武装 双风系吗 呃他这个武装呃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风系不可能说是立的 不会提前一个月准备吗 也不会提前一个月去准备一个武装 对那我我个人觉得吧 呃目前 稳一点的阵容 肯定还是女儿国标会相对较稳一点 呃 如果他有女儿女儿肯定是有的对 之前是有上过场了对吧对 那就看他后面替补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门派 那再来看一下 姑苏城这边 姑苏城这边的报名声容是女帽木方寸女儿普陀加 师陀 那很明显了 呃 姑苏城这边上个月的大堂是转了一个师陀 那之前我们看到姑苏城基本上的一个门派是呃 师陀加女帽木这两个基本上是必上的 反倒是他们其他的一些门派很难确定 他有可能是上风上一个女儿村 但他有可能上的是一个卡速方寸 然后再搭配普陀地府的一套阵容 具体要看他到底要不要去跟紫禁城场一个女儿村医术 这个我我我感觉应该是姑苏 应该是女儿国标的机会大一点 打紫禁城这种服务器 他上女儿方寸加女帽木 方寸跟女帽木这两个门派本身来说不是特别的搭 因为他的怨灵加换魔会拍到你催眠的单位 对方寸其实这个门派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能催眠 主要是他这个毕竟召唤出来的这些召唤物是一个随机攻击的一个方向 那他对不受自己的一个不是你手动去控制他的 你再玩出来他就自动攻击了 那说来说其实方寸跟女帽木 可能在这一点上是有点点的一个互斥的一个问题的 但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有方寸的一个狮魂或者是狮心配合上你的大堂四嫂 女帽木的嗜血之计带来的一个伤害也会更高一点对吧 就是你在点下的时候更容易击杀对吧 就看孤苏诚怎么去抉择了方寸跟女帽木同时上场的比赛 我们同样也是有看过的 那这两个服务器的话开阵 我们可以看到鸟阵龙阵基本上双方都是开的最多的两个阵法了 对这一场比赛来说的话我预判应该是鸟云两把阵的 因为这种这种服务器之间的对决我觉得就两个阵鸟阵云阵 没有其他的阵鸟阵云阵对我觉得就这两个阵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比赛啊 可能方方龙打龙龙吗龙打龙 我紫金城的指挥对女帽木的一个理解来说的话 前面以前就就谈过他们在直播的时候 嗯就说过自己不愿意让本身女帽木的一个速度优势加换魔 就是就是把他们的速度提高 对他如果把龙宫这个位置放在女帽木这个位置上的话 那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会把呃不太会开龙阵 就是不想把女帽木放到一个龙三的一个位置上是吧 对那我我个人觉得啊 其实你是担心如果开了一把龙阵 这边开的不是龙阵 那你的女帽木就肯定比对战方的女帽木速度要慢了 对吧 到我我反而有另外一个想法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想要一个法系的一个医素是ok的 那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龙苏神他这场比赛毕竟他上的 他可能很有可能上的依然是 师陀 那我觉得你物理的医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对那如果按照目前我们所想的一个打法就是 大堂 嗯 我想想啊 孤苏呃 紫荫神的大堂先出手 对 再到 呃 呃呃 呃 孤苏神的 师陀 师陀再出手 对吧 那相当于孤苏神的两个 呃 输出系会先 一起出手之后 再到紫荫神的两个输出 呃 那其实你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择要物理医素也不要 法系医素 反正我法系丢了速度我还是有一个伤害输出在 呃 你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说孤苏开的不是鸟阵而紫荆成开的是鸟阵的话 嗯 以紫荆成现在的硬件来说的话 女拔木拿两条换魔以后比你师陀还快 比师陀还快的话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 但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啊 嗯 本来 呃 而且孤苏我听他们说是师陀带的血腰带 那主要是孤苏本来他的一个师陀领就是选择 不要速度 不要速度的 对 他就是一个血盾来的 对 就高伤害的一个血盾 但是他的速度就是让给你让给你而已 哦你说孤苏不带会开鸟是吧 嗯 哦 这也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他开鸟 是前一条件是叫他要上一个女儿村 我觉得他不上女儿村的话 他基本上就不开鸟了 我是这么想的 开鸟就开鸟可能更多的是为服务于女儿村 如果嗯 那就有可能我觉得孤苏也那就龙龙的几率也有了 因为 因为呃 孤苏打过师陀龙公加女麻木这种阵容 嗯 开过龙镇打 那这样来说把龙公放在龙三位 就可以 那龙那就有意思 对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这 孤苏会长这样的阵容来打成吗 然后我 我在想啊 就是 反正我就觉得这场比赛 龙打龙 几率可能会 大一点 大一点就稳一点吧 也不能说几率大一点 双方来说都会稳一点 对 如果你说开鸟战的话也可以 你这样说我忽然想起 孤苏好像是没有开鸟的这个资格 嗯 那那只能说就是说 打一把三弓 女儿三弓 女儿三弓 打自己战 那 战战就相对来说不稳了 嗯 打三弓的话对吧 哇 云鸟 真的是云打鸟 来了一把云打鸟 这一把 我感觉 我不明白为什么 哇 紫荆城这把云正真的我开的太有勇气了 啊 很有勇气 其实按照之前那个打法来说的话 嗯 如果 孤苏城真的开了一把龙的话 对 这一场比赛紫荆城就很难受了 而且是我说那种三弓正 没错 但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对 对战方是 方寸 化身 丹大堂 丹大堂 应该是丹大堂 丹大堂 是小俊杰是吧 应该就是丹大堂 对丹大堂 这个 女拔木现在这么强的一个情况下还在打这种没有女拔木的阵容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的有意思啊 那其实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对战方上了一把三封系 女儿孙 武装 方寸 化身 丹大堂 普陀地府都不见了 这个是 紫荆城又给大家带了一个新的阵容套路 三封系 单化身 丹大堂 那观众方这边的话就是 国标 方寸的国标 方寸 师陀 女拔木 普陀地府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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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地府 没有地府 是方 我看有没有 有地府吗 可以看一下 我没记错那个是地府 对对对 是地府 桂圆是 我以为她是女儿方寸的国标 有地府 有地府 方寸已经分身的时候被控了 对对对对 这天呐 我 谁谁都没想到紫荆城会上这个阵容 没错 一把大克是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观探方这种方寸的女拔木国标来说的话 我我我见过叶子打过一次 但效果不太好 我觉得 看一下这场比赛 嗯 双方的发挥情况会怎么样吧 至少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首先提一点 嗯 孤雾苏神的五龙丹不一定够 因为你 我觉得你 很难猜到的 而且我觉得 我有点担心对面的这个 呃 女儿会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走了毒精脉 呵呵呵 那 诶其实 真的可以打 真的可以打 其实可以打的 这种毒精脉 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角度 嗯 再是毒精脉的女儿村 嗯 观众帮这边就 很难受 都很难打 真的很难受 他还宁愿他是一个风精脉的女儿村 也不然是个毒精脉的女儿村 对 打消耗战的话是打不过的 对 我呃 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是紫金城 大克 呃 孤苏城 呃 云阵大克 鸟阵 这种大克是 这很极限了 很极限的 对 观众帮这边来说的话 呃 点杀 他他化身这样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面的化身的一个金脉 应该是 没有拉全体金刚 拉全体法律的那个金脉 就是他要吸小死亡 如果他点他不点那个的话 观众帮这边如果说真的说地府 小死亡点进去 那每一个就是5回合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化身可以上五神坛 主要的一个金脉之一 对对对 因为化身没有这个 其实也不太敢上他的 对 那不然的话你就得搭个普陀 就得搭个普陀嘛 对吧 那现在其实你不一定要普陀加地府 化身加地府也可以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一个快慢程度 或者说是一个 呃 赢的 X因素 那应该就在对待方的武装身上 对待方武装风云兵 如果说准起来的话 观众帮这边应该就很 就非常难打 或者说很快就被 呃 KO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岸方 大堂的一个伤害非常的高 直接四刀裸扫 扫死了观众帮这边的 女拔木 这个是金刚加大克 嗯 还没有有跌过漫天吗 有注意吗 没跌过 哦 有一个重点 还在于 对岸方这套阵容的话 观众帮这边你前期不打发 不把他打崩 对 你到了后期你只会被耗死为止 对 其实他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观众帮这就不能把大堂作为第一个点上的目标 一定是女儿 一定是女儿 对 否则观众帮这边的这个方寸没有拿到速度真的是太伤了 他一二速全丢 对岸方武装他完全就是你分身完全没有用了对不对 我真飞标第二个武装过来控你 再补一下 对 这个我感觉 有很难受 真的 主要是你在变身卡上面其实也吃了一点小亏 他变得是个化魂 他变得是个化魂卡 你速度基本上是没了 虽然说你看了一把鸟生 但是对面也是云震两个加速度的位置 再加敏捷的变身卡 对 但你这边是变了一个高幸运的变身卡 这个鬼眼家 如果说观众帮这边鬼眼家化魂卡 都不能阻止对面武装的这个风云民众流的话 但我真的是感觉到 那观众帮运气是真的是有点背了 就看能不能够这个挡住对面武装的这个风云 如果观众帮这边说 偶尔有一两回合没有被对单方控到的话 可以反手催眠对面的一二速 来打一个进攻节奏 否则来说你这边不可能出得了手点得到人 现在不是说你点不点人的问题 你这边观众帮能不能出手的问题 没错 小方直接笑你的方寸 可以换逆境了吗 我感觉 可以换逆境了 五个单位被 不能说被封印 应该说被封印 第六个了 第六个被封住了 失魂 这个死亚观众帮的这个 呃 你把我 对发戏 这个方寸现在真的过得很压抑啊 日子 先要先要躲避掉女儿的封印 再其次又要躲避武装的封印 对 考验抗风的时候到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地府跟方寸是已经出来了 对 但我觉得能不能出手还是要看对它对待斯 对 对对 Without 发生 金刚护法给人物加宝宝都是可以额外增加大概400点的一个伤害 所以你们会看到对外方这波宝宝会非常疯狂 大家刚刚应该也留意到对外方的必得宝宝拍关键方这边宝宝 五千五千的拍 哇终于是让方寸出了手了 关键方这边方寸分身我感觉都没什么意义了 没什么意义 只能说你被迫只能这么打 对 武装秒封地府大家想想 武装秒封地府 而且是没有红灯的武装 头上如果再有一个红灯的话 我感觉再加封印命中感激的武装更恐怖 对方大堂也成功刷了一层半天套 半天套 这个宝宝赶紧换了 否则会被对面集火 这波宝宝也是由于 我感觉对面方寸都不知道干嘛 真的我就对面的方寸真的对面的 对面的方寸完全就可以躺银吗 可以用躺银两个字 也不能这么说了 对方的方寸就是在点杀的时候挂尸魂 挂尸魂 之心就基本上不太可能挂了 对挂尸魂 然后挂完尸魂之后当前回合不点 你下个回合再来个那个叫什么碎甲符 这个很少看见有方寸这样用 前提是你得很有空 没空都不会用到那个 对催宝宝对不对 催眠催眠宝宝 不让你宝宝反手打醒什么的 这一手倒是很让我有点意外 对面方没有说去先控观察方 这边的一个校长这个单位 就是方寸 没错那精心出来了 感觉这一波精心出来 你应该要点一波吧 先试图没变身 我差点忘了这个点了 必须先变身 要试魂了 又刷七下吗 过分 方寸 啊 一刀吗 一刀 过分 方寸方寸的这一个点就是不像女儿的一个原因 就是精心以后不能抗风 如果是女儿这把抗风精心出来的话 观念方这边的这个一把木可能还不会被封中 还能再抗风一下 对 但很暴力啊 这个大堂 这个大堂确实是 这才一把漫天 再来想这三把漫天加一把金刚叠出来 嗯 我觉得点观念方这边的这个普陀 更很容易 还有试魂 对 还有大科 现在如果站在孤苏纯的一个角度 他这场比赛 他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还有挺多的啊 其实还有挺多的 哇 这个女儿闲到什么程度啊 假设说 普陀的颠倒五行 配合地府的鬼眼 补上的话 还能再抗一抗 还能再抗一抗对外方的一个封印 你看电刀五行来了 刚刚说完 试魂 观念方的尸陀 比对对方的方寸更快 哇 3000开刀没有金刚 但是有两层七杀加一层 漫天 漫天 哇 最后一刀爆了个9600 直接直接摁死了这个尸陀 因为我玩大堂玩到这种感觉就很舒服 对吧 就很舒服 哇 这种避雷虫 每一下打人都很痛 对单方现在来说的话 华生真的感觉 就打华青华生的宝宝来说 华生是最显的 嗯 华生跟对单方的队长 拉近拉拉金刚 找找宝宝 对 然后我感觉雪 他推过雪吗 呃 没注意 没怎么注意 估计对方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对对 官大堂这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出手都很很很困难 更不要说去点对面的女儿了 你看 华生又即时针飞镖 武装控普夺 目的很简单 不让你回血 但是有一把水清 哇 就是地府带的水清吗 地府带的水清 哦 我现在说真的很少看见地府有这个带 这个双灯救命用的 咕咕苏神的这个双灯真的救命用的 就有意义吗 你觉得 我觉得你还是得这么打吧 但是不出比出好一点 这个是对 啊 灰宝宝来拉自己的一个呃 尸托 这把尸托起来只能去平A点半天 很少会看到像紫荫层 怎么说呢 紫荫层的大堂现在叠七杀的效果比叠漫天还快 对 三层七杀的已经 对 就一层的一个漫天 对 其实我就说刚刚如果说两层漫天再加把金刚点过来 花量方这边的普陀估计都很难受 对方化身这个回合如无意外回来一圈金刚 对 你 我我想看他是不是如果他真的是 拉的是满层的就是全队都有金刚的话 说明紫荫层没有想过 就是说打复战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阵容 嗯 后期才忽然想起来可以打这样打 也可以来看一下 对吧 看一下他最终的一个打法会怎么样 对 水清 继续保普陀 让普陀把石头的红灯点起来 啊不要拉金刚 羽儿精青以后全队是抗风 哦金刚护体 金刚护体 防一波点杀 哎 再打一个 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 对单方的方寸的这个位置 我终于是知道他的很关键的原因 对单方的方寸是卡在了观探方 除了女娃娃以外所有单位人后面 嗯 而且你观探方又没有那种什么金清水清抗风 只要说你这边观探方想点杀 对吧 你就必须过我对单方方寸这一关 嗯 我方寸反正我这个时候我也不催眠你了 我就点了你封 其实这场比赛对单方的方寸 只能控观探方一个单位 只能控那个女白木 除了那个女白木之外 他没有其他可以分的 对对对 再凝制 这个是希望对单方的方寸 比自己的女白木还要慢 这个 但前提条件是你的幻魔没有被清掉啊 如果你的幻魔被清掉的话 我估计你这个凝制 发挥不了作用 哇 法系要和方寸抢速度 嗯 这想一想你曾经 我估计都不敢想这样的 想都不敢想 对 观探方其实这个时候稳住了 两只幻魔出来了 这个时候把对单方的一个注意力 对不对 不会那么纠结在观探方这边的这个人物上面 没错 刚刚观探方这边的女白木将被 和石头被对单方的这个大堂压得太惨了 现在来说的话 放两个蛇出来 要不你清清 你清一下蛇的话 那我这边的一个血量 就可以通过普通的雪灯 慢慢恢复上来了 按正常来说的话 你清一条蛇 至少也得一个 一条清一个回合 对 那你两个回合 我三个单位 每一个回六千 两千多的一个血量 很OK的 对单方来说的话 打法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刚刚一直是点人点人 第二种来就是消耗 消耗宝宝和消耗五轮带 嗯 这边女麻木现在已经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有两只宝 被吃了 对吧 我就一直针对的女麻木的宝宝打 没错 你看 观众方这边就像我刚所说的 颠倒五行 加鬼眼 就要这么打 对 你只能把观众方这边的速度已经是快过于观众方的失妥了 是的 对 漫天势托 速度太快了 对太快了 这样来说 对那方方寸是缺 一个方寸 现在变成了全场最慢的单位 没错那这个方寸的速度 我觉得对方方要想想怎么处理一下 对 真的我觉得公输很不慌遇到就是三封的阵容 马上就想到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怎么来打 嗯 你看这几个回合 就除了这个女麻木之外 其他人物单位没有中过封印 尤其是队方武装想要强控这个普陀的时候 普陀都没有被控住 这是这是自动了吗 地府 应该是自动了 平A出去了 这种级别的比赛 我感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 对 你踩个塔也好 4400 1687 对单方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打得小心一点 如果说被观战方这边的幻魔摇出架 可能局势瞬间就搬过去了 特别是一速的女儿和对面的这个武装两个点 那现在孤苏神这边的话通过鬼眼配合上 颠倒五行之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少人物最近被封印命中的一个几率也是降低了 降低了 那看一下接下来观战方这边能否持续保证这个抗风的一个能力 尸陀被控进去 反催眠一速 对就刚刚说的一定要反催眠一速 对反催眠一速 观战方这边才有机会点杀 下一波我觉得观战方这边应该是有一波点杀的机会 嗯 哇这这个就是塞钱说的了 对对对方寸和女把墨为什么不搭的一个原因 随机打打到了一个催眠的人物单位身上 估计顾书神也吐血 对 怎么办呢对吧 本来是对面的一速应该被控住 但是我能点对不对 没错 但现在这个情况要小心一点 看一下铝拔木这个单位吧 铝拔木这个单位踩了这个塔挺久的了 他之前一直在使用法宝 对 如果他有一把金青那是OK的 因为我没记错 铝拔木的速度比石斗琳的速度都要快 铝拔木金青臭 石斗琳还能进行4 bergen 50 对 有罗汉这两个蛇打同一个单位 对待方宝宝有点 我觉得对待方宝宝这个时候 比观众方这边吃的还20 可能使得的还都先出宝宝 主要是唯一可以亲宝宝的一个单位 被催眠控制了 所以对待方亲宝宝的一个效率会降低 反倒是观众方这边吃驼的亲宝宝 能力是非常强的 现在有一种感觉 女宝木在这场比赛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在于他不像龙宫天宫 我被控了我就没东西可以做 你即使控了我女宝木 我两条蛇还在 我两条蛇依然可以给你带来 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个伤害 对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很久一直没有人打三封阵的原因 因为就是说女麻木的这两个患魔的一个出现来说的话 就是你刚刚说的会给对面一些很意外的一个伤害 你三封即即便是能把宝宝控的很死 我如果说两只患魔能打出一些比较好的优势的话 你也就不管是你的宝宝被我患魔打死 还说你人物的一我一个意外要死亡的话 那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面 有罗汉还好一点点 关的对待方的这个情况 但对待方这个时候不能压宝宝 对待方这个时候要要迅速的召唤出立批宠 这些东西把关的方这边两次患魔清掉以后 再清关的方的女麻木的宝宝 如果一旦说把关的方这边的这个女麻木的宝宝 全部给他清空了 或者说逼得关的方的这个女麻木招孩子 嗯 这样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待方节奏就可以慢慢下来点人了 现在反倒是女麻木招了孩子 是全梦幻里面唯一一个最不想清的一个孩子 对对对 呵呵呵我就卡着你这个位置 你也么自己处理掉他 对 对面一直在有一些防吹棉的一个打法 啊反手吹棉这时候普陀 这时候普陀应该是本来方不会反打 觉得自己有闺眼有颠倒 你不一定对我能吹得上 嗯 那这样的话关的方这边 呃通过起了还是说老话啊 起了鬼眼颠倒五星之后 对整体上面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宝宝至少清了对面有两拨了 关上对待方来说的话 这个蛇要 先杀掉女麻木的宝宝 再杀蛇 否则来说你杀完蛇以后 我再找 对我又再吃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你在杀他宝宝的时候 前提条件是希望吃两条蛇 不要乱出现一些高额的一个伤害 对 这是紫荫成希望的 那孤苏诚的就不是了 孤苏诚说 是啊 你继续亲我的宝宝 我两条蛇拍出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对 我也不知道 对 对吧 随机的 也不知道会坏到你哪个单位身上 看缘分吧 看缘分 哇 这个武装有点膨胀哦 动不动就喜欢封地府 一个鬼眼地府 啊 金轻 关探方你发现没有 每一次对面只要一水轻一金轻 他就放松就疯不住 哎 这个想要跌半天啊 出了 主要是我们也看到了 关探方被大课之后 尸头领青宝宝的一个伤害 清掉了一只蛇 那这边 这一手啊 被催眠 下一手的话啊 关探方的这个女麻木召唤不了自己的一个幻灯 所以都在激活这一个宝宝啊 哇 救神第二次了 第二次神佑 看一下立批 啊不行 这打不死 打不死 下一手应该是 再次激活这只宝宝 不能让女麻木的宝宝活在场上 但不然 这个他就马上又能招舍了 这个回合 队外方可能会直接控尸陀啊 毕竟尸陀身上的一个变身已经没有了 看一下关探方怎么抉择 你看控尸陀 不让他变身 另外一个再控普陀 不控 他觉得你普陀不敢那个什么 不敢水清 身上 身上因为有个塔的这个这个 机会太大了 水清的这个机会 还是水 那他为什么不控呢 就赌吗 就是赌吗 我过去他在等下一个罗汉 对于队外方要等下一个罗汉 所以就这个回合放你出手 我觉得是这么想的 因为即使放你出手 你也只能够变身 也不会炸成伤害 对 下一回合的话 关探方这边来说的话 普陀可能会水清刺激女麻木 然后召唤出那个患魔 对单方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会封印关探方 就是一二速封来封印关探方的女麻木 现在对单方最 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方程速度拿回来 而刘云加凌智关探方的女麻木 其实抓就还好 回蓝对不对 还有划身的速度圈 都能够把对单方的这个速度 至少说在 后面的几十个回合里面稳下来 方程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没有办法说 施魂配合净扎了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地方 你有经过这样的比赛吗 我觉得方程作为 真的除了大堂以外 最慢的自己大堂最慢的一个单位 对 全场第九速 对上方可能是 怎么说呢 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 导致出现的一个问题 全场九速 天 自己 自己大堂刚好没有 没有宝宝没有反打自己的回合 被观念方这边碰中了 要碎中了 那来请观念方左边这一只幻魔 双方亲宝宝的一个效率都很高 对上方由于宝宝有金刚 打出来伤害也不错 观念方这边有师陀配合宝宝 我觉得观念方上化身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一个加力量啊 加灵力的这种天赋 然后全部改到雪上来 反正化身有一把金刚 对不对 我其实提的这个伤害比比那个还高 哇 主动 主动 打醒观念方 打醒观念方 原来是为了破分身 对 来金魂灵 普陀这几个回合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点一下雪灯 对啊 来这把催眠 看一下实际的一个意义会怎么样 因为当前回合 施托领是也是已经出手了 这一回合其中有一个点是我 哎哎哎哎这个下滑 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对不对 观念方这边的施托领 打出了经脉的一个被动 封印住了对家方大唐自己的宝宝 然后导致自己宝宝 不能够物理评A自己 这回合就说 催眠有又相当又重了 又重的回合催眠 这一手来说的话 如果观念方这边 这边这个施托这一个回合 我觉得也算真的是看出了 啊 观念方指挥的一个心思缜密的地方 他连这个都算进去 但是将比赛 将方罗汉金钦 已经放完了 地府黄泉之西要来了 现在观念方施托和自己的女拔木 不动手点人的最大原因 我觉得哎哎孩子来了孩子来了 最大那个原因就是 可能是不太相信自己的一个 漫天没有出完的情况下 能够点死对面的人 啊 可能还是先要再刷一下 还要刷一下 还要再刷一下 这个武装孩子出现 会不会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女儿是赌的 有没有可能 不够来了 不够来了 真的是不够来了 不然来说的话 女麻木现在才是 我我来算是四只宝宝的情况下 他马上就换孩子 嗯 所以真的有可能 因为紫禅曾在建会的时候 用过用过毒女儿 这个阵容 而且有一个重点就在于 这个毒你一直在 如果我是一个大套 我可能相对于使用 蓝量会较少一点 我最多就长驱的时候 用一下蓝 但观战方这个物理系 可是一个师徒 只要说师徒 你也是师伯师伯的出手 但是这个打的蓝量 也会让你比较难受 对待方女儿也不太敢 啊 零制了 太强速度了 水清 地府带水清 分身 来普陀继续颠倒五星 对面女儿跟 武装来说 战士也不太敢 继续招宝宝 可能宝宝对被 刚刚那几波 风影水了以后 被观战方这边 清的有点多 嗯 特别这个师徒 啊好像 清的确实蛮多的 又催眠 肯定要把刘云补上啊 有一个铃铛中了以后 哎两个铃铛都中了 我跑了一个 好一只还行 你还行 来了来了 剑给普陀点的 但应该就是毒女儿了 我给你 毒女儿了 对 就没跑了 白蛇大 翻单方这边 方寸吹眠的点 应该就两个点 一个是对单方的方寸 和对单方的 大堂 吹的最多 就这两个点 这一手把对单方的方寸 这一手奔进去了以后 哇 我对 毒蛇神这边 再生一条蛇 对 这一手把对单方的 对对单方的队长 这一手分身进去 观点方这边方寸 能吹眠的点 就很少了 我以为这应该就大堂跟女儿了 这个换魔神是最伤的 其实我宁愿 我让你宝宝神 我都不愿意让你换魔神 换魔神 对 而且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场比赛 其实在这三十分钟里面 我相信观看这场比赛的玩家 也会心情 或者情绪上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从开场一切进来 我们看到紫英辰 气势汹汹 对感觉稳了 三封各种封印命中 然后大堂直接刺刀 带走一个人物单位 但到了 这三十分钟中期的时候 乌书神这边 通过增加自身的一个抗风 抗风的等级 从而使尸陀 女王墓 相继可以出手清宝宝 召唤换魔 把局面稳下来了 到目前为止 这场比赛双方 五十五十 觉得还是五五开是吧 还是五五开 对 现在观众方来说的话 就只能催眠大堂跟一数了 因为他方寸 对待方方出这点 分身分进去了 哇 这个太稳了 女拔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 再去什么 解掉自己用法术了 赵月灵出来秒 感觉都是徒劳的 差一点空切 我就是 我是大死亡的宝宝很怕 真的很怕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对待方来说的话 因为只有一个输出点 想清场还是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还是得靠虚迷的 后续 对 我觉得中期还是你继续得 轻轻宝宝 轻轻 然后打一些就宝宝上的优势 才能够进行做一个点杀的一个跟进 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方这边的一个 武装孩子 开始继续点蓝灯 观众方我觉得这边做的很好 一个就是他把地府放在了衣属上 而且他一个衣属有水清 现在有水清的地府很少 真的特别的少 一般水清就有葡萄袋 只要是他相比在 呼数城的他的一个辅助的速度是 地府方寸葡萄 对 现在观众方也知道 也知道自己 可能再去催眠对面的什么大堂 人家女儿这种来说的话 就不劳 对面肯定会防你这一手 观众方这个时候 方寸要一直打催眠 所以自己的女麻木也不适合 召唤怨灵出来 三个怨灵招出来以后 这个催眠打进去 你多了三个单位乱打 我有点担心对面的宝宝 我觉得对面宝宝被轻得有点厉害 对面的宝宝被 真的被消耗的太快了 我觉得最少最少对面少了三波了 少了三波宝宝应该最少 看一下观众方这边接下来的一个打法吧 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以轻宝宝为主 因为他很清楚 我只要把你召唤宝宝的一个次数 给压下去之后 你后面每拉一只宝宝 你都得想很久 对吧 因为你后面你至少得准备 你要推观众方这套阵容 你至少得准备两波虚米 我觉得两波 两波虚米 但按照目前为止 他只好被轻了三波 那其实他已经用了五波的宝宝了 他只有三波宝宝 接下来这三波宝宝 得看现场的情况 我觉得在三波宝宝里面 有两波顺利皮 还是得轻舌的 你靠单大堂来轻舌 观众方这边 方式反攻你一手 又要耗你几个回合去 哇 对单方的大堂现在真的是太忙了 又要来扫舌 又省一只一号位的宝宝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对 这个是 没办法 明眼 对 对 出联方大能现在每一次出手都压力很大 就怕最后一刀 然后发现前面有个东西绿了 哈哈哈 几率 高神的几率是30% 对吧 我没记错是30% 对 现在我就跟你说高端局的一个PK的一个打法 就是 运气 真的运气 运气占很大的一部分 对 其实两个团队的来说的话 硬件可能指定层要高一点点 但是绝对打不到能够碾压孤苏的一个情况 嗯 对吧 然后指挥阵容来说的话 两边都也是 都也是赚打得比较好的指挥 那这个时候 什么能决定比赛的走向呢 赠法和运气 哇 还好还好 这一次是没神了 直接被清掉 就再神的话 我估计对面就想跑了 太冷神了 确实 其实我们从平常线下看到指挥打比赛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给我绿 对吧 对对 我平常线下解说 经常听到他们会说这三个字 对吧 说明绿在他们心中的一个地位 地位 非常的一个重要 对 不过 在这一场比赛里面的话 也同样很重要 但至少在目前为止吧 对上方 可能运气在于 风云民重力上面 对 运气应该在风云民重力上 而观的方这边运气在于宝宝的神右上 对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观的方这边 铝宝木这个回合能不能出手吧 因为他肯定 再吃这只隐身的宝宝 把它变成一只化魔的 我现在要极度怀疑 对面女儿这个宝宝是故意拉出来的 哈哈 你看他名字 哈哈 真的 这事先就有准备啊 啊 开始摇了 落魄 没有中 你看 铝宝木直接被控 原因很 我跟你说 铝宝木这个宝宝这个回合如果被轻到 亏大 这边 看一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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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知 没有鬼眼 不太容易去 啊 他反手催眠了 他也终于反手催眠了 嗯 对单方似乎调整了这个封印的一个顺序 顺序 对 下一回合对单方的大堂又能出手 轻轻换 现在对单方大堂 我觉得他大堂应该思路应该就是这样 我有很少的时候我就少了 很少出来的那个血的一个被动 够愤怒了 六四四点 啪 破血 破血宝 破血宝宝 对单方紫云神其实刚刚那个上一个回合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控了铝宝木状 你不把他的宝宝清掉 意义不大是吧 你感觉对就我自信吧 我觉得他自信的相信自己的一个武装 肯定可以把他给 哇 我我又我又看见这个自动封印的 刚刚我看见来说别人拉了一波逆镜出来 解自己然后招 招化魔了 对 你这个不糟其实就不太可能了 真的很浪费 很浪费了 来糟了 赶紧走 不过这种宝宝 我感觉历经宝宝来说的话 不太可能有这些把数技能 比如什么高魔星高把波 基本上不会了 所以左边这只换魔的蛇的换魔 感觉伤害不是应该不会特别的高 但紫云神的宝宝得稍微注意一下了 化身这场比赛要对宝宝照顾多一点才行 例如说你拉了一波宝宝出来 你给他们加金刚护体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即使你要耗你两个回合 才能把场上的宝宝的金刚护体给加满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做的 就对面的武装这个红灯是主动起的是吧 应该是 这个倒没留意 应该是主动起的 不然你看每个头战都有 应该是想增加一下 应该是 以风云命中率了 对 他其实血量应该来说的话都ok 来效力方寸 对面的话 女儿村是破了方寸的一个分身 对 活血来了 叠被动 以防关键方这边点 这个叫什么人心 人心对 人心 代率 二号为保护率 哦 方寸中了一把无魂 再来激火关键方这边的二号为重 现在我觉得关键方的方寸可能不太敢轻易的去灰灭 因为关键方这边三只怨灵都出来了 可能灰灭以后万一被怨灵打中了 万一被怨灵打中了 对 因为怨灵是固定伤害 跟你的防御什么又无关是吧 每一次包 你只要敢吹 对吧 打身上包是能行的 反正我肯定打 打你的时候大约30血 对 对 肯定大约30血 基本上是100加200多的一个伤害 现在考验的是 对战方封印命中率的问题了 关键方这边地府被控 没办法起鬼眼 看一下斧躲身上有个电脑五行之后 能否 可以 抗风 抗风一下 啊 画面说完被封了 没事 能否抗风一下 对 发温甲都已经来了 催眠反压 对外方的大唐没中 大唐出手 扫一条蛇吧 我觉得 对我觉得应该扫一条蛇 应该是最划算的 哇 无魂发温甲全部都来了 因为可能自理五龙丹 我在担心 发温甲这边可能用的也不 尸刀 紫禁神难得的一次大唐很少 再绿一次 对 积攒了这么久的一个蓄力 终于是 少出来了 然后省了一下 幻魔神 再绿一次 幻魔神 我感觉 比两个宝宝神都难受 没错 幻魔伤害着实是太高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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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寸有人在说金庆以后 为什么还在晃 因为他中的是发温甲 没有说是落魄 测试手我看官单方能不能点人 还是不行 因为对单方两个风系 能控官单方的两个点 对单方这个时候 我觉得做的很好一点 就是说对单方的武装 来控官单方的地府 不让官单方的地府 水清来解自己的人 笑了以后的一个封印 小爽直接点 小爽来了 所以吧 破血了 应该是破血了 哇这还又中一个无魂 点了个大劲 平坎 没出 后面宝宝 有两只宝宝可以动 这个蛇 很有灵性 那没办法真的 可是运气还可以 真的运气还可以 这个才可以吗 我觉得站在玩 玩家的角度 孤苏神这场比赛的运气是爆炸 但我一个六八的 我不能说孤苏孤苏 孤苏运气太好吗 有人别人说 我摊片紫禁城 就是我们即使是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 确实有点过分了 其实确实运气很好 好好好 因为我觉得你神佑那个东西 嗯 也能理解 你神佑的那个 就是你能整几次 因为成就里面本来有这个成就 对吧 但是对按照刚刚的一个情况 对面 八个单位 你这条蛇能拍到大堂 我觉得我觉得这一回合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对单方的化身跟方寸 都中无魂 法宝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这也很关键 导致他的一个这个节奏打不出来 不过还好化身能吸小死亡 对吧 我没看到对单方化身 有这个拉全体金刚的这种经脉 他好像 应该是点了吸小死亡 他打到中间的时候 他都已经基本上 没有使用那个金刚护法了 对 根本就没时间 对 他一直在回血拉血 我们来看一下对单方的大堂的一个小死亡状态 有没有被叠加 大堂的小死亡 还好没有被叠加 就是有身上有一个恐怖之气的一个效果 但还好不幸中的万幸吧 我觉得紫禁城 既然你说你要夺冠了一个队伍 你想夺冠了队伍 这种应该对他们来说小场面 习惯了 对 希望紫禁城的指挥能够顶住这个压力 观众方这边现在是要把武装的速度给抓下去 水清 尸陀 验身要出来了 化身这个时候要先把人心 连上 现在来说对单方要防的点队长不用防 我觉得观众方这边不会去忙碌的点到一个自己被大课的队长 他要点的应该就是化身和女儿之间选择 但点女儿太明显了一点 我觉得真的观众方这边可能下一回合冲 如果说有这个能力去冲下来的话 应该就是冲对面的化身去 如果是正在孤苏城那个角度 孤苏城要防一个什么呢 防止对战方 待会人来拉 化身火血反点的一次打法 就这个回合 对 观众方这边要防那个回防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 我施陀 施陀直接施伯 叠在对面大堂来施伯 不行 因为只要观众方 对战方人拉的话 对战方的化身叠出了三把人心了 我直接可以帮你去叠满 你一个施伯肯定是守不住我的 我没有守你 我只是叫你出不了手 不能反点 一定是不让他反点是吗 对 我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反点 对面大堂应该起来来说的话 应该是指人或者说是出宝宝 可能机会会大一点 但是我施头速度比你快 你只能 起了之后你只能扛我一下 其实什么都扛不了好像 对 先罗汉 一属叠罗汉 你看起来 武装了 化身活血 人解 我以为他人解要去封化身呢 活血多少 六千七 六千七 这个水量来说的话 他们叠了三把人心呢 观众也想着 不管你 哇 先例子 先例子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观众方这边两个输出 比对单方的大堂速度都要快 有灵制过观众方的女麻木麻 我就看见他好像流云过 流云过对单方的方寸 为什么速度还拿不下来 是因为两个换魔的存在 是吧 换魔20% 嗯 处理不了 我觉得 紫荫城这边也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你该要扫折 还是要扫 对你要去赢这个比赛来说的话 你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不能因为他死了两次 你就不动他了 对 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吧 这个回合双方所有人物单位都可以出手的 控 控尸陀很有必要 控尸陀很有必要 减免自己的一个宝宝损失 你看 单风没中 风中了普陀 我以为他会挂小鼠 催眠对面没有分身的一个方寸 我活血八千七化身的蓝量也用的比较快 啊 现在啊 这一回合我觉得对对方的呃 可以做的很好 这回合是算准的你要催眠我方寸 嗯 催眠大堂太明显了 所以说我就赌一手 哇 不不怕不怕 有化身在 有化身在 还好 还好 真的就还好 这个回血的速度会很快 对 而且他刚刚又是一把活血 对不对 又是一把活血给自己的一个呃 武装 武装 所以说他拉起来马上这个血就满了 这个还好 化身我觉得化身为什么能现在在武神坛上有展露头角 这个也是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我们也看到对方化身的一个蓝量开始应该会有一点点过半了 已经赶紧给他卡了一个药 把这个蓝量给恢复一下 现在现在我觉得对对方可以用化身把呃大堂的血量活满以后 让大堂再来扫这个时候 关键方这个时候 是正法已经摆开了 我即便大可怜 但是我现在满天也满了 也满了 现在来说的话 我也能点 有点杀你的能力 苍白 像配 怕被点 空地府 又空地府 对 地府起鬼眼啊 这个是 我跟你说 我宁愿他 哇小死亡我也不愿意看到他起鬼眼 很稳 真的啥很稳 这是我在紫星城角度最不希望看到的 嗯 很稳 真的打得蛮稳 哇一个不成 拿起来 效力 这个这个我知道 就是 孤叔的这个法系有效力吗 对 都知道 女帮我提前的一个效力啊 对 因为他这边来说拿不到一束嘛 现在我就 最纠结的就是对面的方寸的一个速度问题 紫星城这场比赛 很大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在这个方寸的速度上 对 很尴尬 这样几乎是你这个方寸 我可以说废了吗 差不多 我觉得真的差不多 还能控宝宝 还能控宝宝 我只 我只能这么回你 我真的只能这么回你 其实我觉得如果对待方的方寸 是摩天宫的话 我觉得关键方这边 很难打 很难打 对 但是有个重点了 紫星城那边的宝宝 没怎么省 真的没怎么省 然后 没什么省 真的被消耗了太多太多了 对 省过吗 前期有 有吗 前期有 啊 摇宝宝 还好把地府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地府这个点 把地府这个点 如果说能用 呃 他的一个这个 武装 风印进去 我觉得都还能接受 嗯 防了一把点杀 回来往这边 啊 省了 画面说完就省了 可以 能归拉起来 再效力 法系去效一个方寸 可以可以可以 来 这个催眠有意思 看一下这个三号宝宝跑了 原来 郭叔春的宝宝能略 但是吃铃铛啊 但是吃铃铛 可以可以 我觉得 对外方可以考虑一下 既然对方每次打你打神 铃铛不会什么啊 我们一起摇 但我们也看到 对外方其实也省了两只宝宝 对 省了两只 省了两只 对吧 嗯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轻掉这个须弥的宝宝了 因为你不用化身来拉的话 基本上这个大堂是站不住的 除非出一个比化身速度快的宝宝拉出来以后 拉起来马上活血 那你还对 那还得再有一个人给化身吃五龙丹或者是水清 这个龟宝宝我觉得可以做这种这样的事 这个都还好 还一速来拉 哦 武装姐 驱魔 一把活血 没中 活血活出来 被动啊 几乎满了 几乎满了 那就看大堂这个回合 7只人吗 这个法系用出了风系的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单方这个大堂 我感觉 我我感觉真的运气不太好 这个 这个是说 所以玩大堂的一个玩家最怕的事情就是 第四刀的时候 绿了 以前我们可能只会说 风系 玩风系的玩家 心理的压力得承受住 你可能封十次只中一次 对 但是现在其实有个更高危的一个门派摆在大家的面前 就是大堂 大堂这个门派就是 你每神一次 是雷家的一个伤害 对对 雷家的一个伤害 打完这场比赛 我建议对面大堂去操作手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这个确实是 就说真的 我们因为 都是玩过PK的朋友 在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出现以后 其实可能这个确实心理上很难受 对心理上 关他帮这边点杀了 对看一下这个点杀情况 把第二方大堂踩了一个轮子 关他帮这边如果是个连环机 我觉得这把点杀应该是有 还好 还好 这就还好 哇 打得很很疯狂 关大方 你被大克的情况下 你竟然选择了一个平坎 他可能是怕是不是怕被封印住 因为虎头水清的单位是自己的女帮布 因为没有很快的单位来解掉自己女帮布 就保证自己无论如何也能 打出个三四千的一个伤害 对对吧 对 5号宝宝再次被清掉 现在来说对单方三号宝宝 省不省我觉得很关键 如果对单方三号宝宝能够扛住 省个两次 我觉得最少两次 把关弹方这边的利皮 从这些吸引火力吸过去后 让对单方能够再来 清掉关弹方的宝宝和换魔 对 而且现在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紫金城应该应该啊 觉得他不敢扫了是吧 不是 扫还是得扫 他应该会即将进入 不出宝宝的一个节奏了 我觉得 他不敢不出啊 他如果说不出宝宝的话 那两条蛇就很恐怖 对对 打到你人身上你很难受啊 哇 哇 这事属性 414 不是 应该不是吧 会不会是顶错了 我在想 他这个有什么意义 你告诉我 他还是要少真的 预估雪量 他可能是预估雪量 这个大堂血量不多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那个 呃 把你摁死 虽然说大堂倒地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大堂 这个开大堂号的这个人 心里来说还行 真的还行 还行 终于扫死了一条手 对对 感觉他拿个成就是可以 哈哈 我觉得这个大堂拿个成就 真的是可以 绝对可以 这成就的名字叫 一场比赛打神多 不 成就的名字叫做 用生命去横扫 哈哈哈哈 阻止不了我了 用生命去横扫 哇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 我说真的 我不是偏袒对待方啊 我只是觉得他这一次没有扫 神我心里还是蛮舒服的 啊 确实说呢 关台方这边神的有一点点 这个大堂每一次的一个出手都承载着我们 这个直播间里面所有玩家的目光 对不管是支持孤苏的还是支持紫金城的 对 对 对待方的三号龙龟一定要神 但我觉得最少也要神两次 作为孤苏神的粉丝 其实现在也很在意这个大堂 对 扫神的话心里很开心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扫不神的话 那其实站在正常那个角度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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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了 对待方现在上场上只剩下了一只龙龟 大堂是刚刚的一个横扫被震死了啊 看下这回合自己的武装啊 自己的普陀不能够用药解掉自己的女拔木 让女拔木来召唤自己的一个患魔 我们看一下关台方这边怎么来解放掉自己的一个啊 啊 女拔木招出患魔 最优势局就是说女拔木就一定要召唤自己的患魔 嗯 啊 啊 大堂没跑 大堂给大家说大堂没有大堂没跑啊 大堂 哈哈哈 这个玩家的脑洞也是有意思 挺大的真的很大 大堂跑了都来了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是应该 啊 龙龟拉起 但是化身被控啊 就看就看这关台方的怨灵能不能够帮一下吗 嗯 大家应该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关台方郭苏诚这边 也是不跟你嘻嘻哈哈 嗯 他现在就是我只要还有最后一只可以召唤成化魔的宝宝 我都拉出来 对 他就是要把在这个时候想一波激垮紫金城 他不想 因为他也知道跟你跟三封阵容打后期啊 太难了 太难了 呃 不知不觉啊 就跟大家大家大家看场比赛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这场比赛 对 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啊 发生了很多 故事啊 至少我觉得这个大堂是个有故事的一个大堂 不是这个大堂有故事 不是我说开大堂这个号的人应该更有故事 更有故事啊 那现在场上的话 官大方这边郭苏诚通过鬼眼 来增加一下自身的一个抗风能力 来面对对方的一个三封 所以又弄你疯了 必须不能让官大方的小时王挂出来 哇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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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有个水清 不幸中的万幸 我不知道你担不担心 他担水清他堵啊 他水清堵谁 呃 两个两个单位让他选 堵了女拔木 没堵队 没堵队 对对R6队对方有罗汉 哇 诶 这什么意思啊 他是挂了小时王吗 官大方地府 官大方地府挂出了小时王 并且挂中 对外方大堂是个自杀的一个平坎 导致自己被反正震死 这是全过程 谢谢 然后女拔木打 打到了其他单位 我对他想 我就对他放到大堂 现在 心里应该是这样想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大堂 这个大堂真的 对我就说对面大堂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我觉得对面 这是对面大堂现在内心的独白 这什么意思啊 我又能解释一下这个行为 对外方大堂不希望自己 是被女拔木的自觉知己给摁死 增加自己的一个小死亡的持续回合数 他身上有那个状态 他 有 他身上有 不用 没必要 没必要等女妈妈 他身上有那个状态 没没 红色的那个 他没触发 他只有四个回合 他只有四个回合了 他看运气的 他是要受 他是要受嗜血知己摁死 那个效果才会触发的 对 啊 还有是叠叠叠被动了 我觉得叠被动的也保一下宝宝了 那这样的话至少这个大堂 不会倒地很久才能站起来 我觉得 当然心里面应该是在想这个游戏真的好难玩 游戏体验感极差 嗯 而且他封重的这一回合 还没有让自己的一个尸陀 呃 那个 连环出来 我觉得这一回合 这两方封重还不如不封重 那现在其实 呃 现在来说的话 亲 换魔最得力的一个单位倒下了 倒下了 对 所以很难受 我觉得 呃 万幸的就是说 对对方化身现在人性的被动现在还在 不要 不要去推雪 不要群推 啊 关键方这边只要不阴晶的话 这个 这个 只不群推就OK 把别把那个人性的效果用了 然后 咕苏神这边的话 呃 正常你继续亲宝宝就OK了 因为现在其实对方方没有一些 输出的威胁性在那里 没有没有办法亲换魔 这是最重要的 对你你现在其实只需要再把对面 勉强能打出一点伤害的召唤兽 嗯 清掉的话 那你这两只换魔在场上的一个生存能力 就是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宝宝直接防御了 也是怕你哇 宝宝再跑一只 对于顾书上来说的话 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啊 肯定啊 这就是真的我在我在观点方我也开心啊 这个观点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现在他从这种比赛进来以后 只要对面方大堂一出手我感觉他就很开心 嗯 这个大堂是过来送血的 看来我们宝宝血不太满 过来帮一下忙 补一下血量 感觉这个回合 对面方会不会选择拉起这个大堂吧 嗯嗯嗯对 西德小史王看这回合 嗯没有签数寸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受伤的单位 如果说有签数 拉起大桂一个活血 对吧嗯 哦他现在推雪已经推过了 推过了 人性的效果已经是用掉了 官方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持续的一个轻宝包 并且控制对面方化身的一个恢复 孤苏诚要怎么去打 而对面方就是控制你的一个尸陀 不让你进继续轻宝包 我觉得说真的这场观 这场还好是对面方大可观点方 否则我觉得这场比赛对面方真的很难打 嗯 啊这一手还好还好 对面方三个风雨命中权重 回宝宝拉这样来说 观点方这边没有单位能解掉自己的方寸 来反控对面的一个化身 化身下回合一定是可以把活血活出来的 哇这个但是 推述的一个力破虫力破虫 对二号宝宝可以拉二号宝宝可以拉 大唐身上还顶着一个睡假刃 嗯 现在都应该都会止凝成你把汗 止凝成挺危险的 但是挺危险的主要是宝宝 其实他可能人物的血量或者药品的消耗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宝宝 宝宝上面的一个消耗现在很多 大唐倒地之后观点方两只化魔也站得很稳 也不怕你其他宝宝的一个输出 观点方这个时候应该要清一下对待方二号宝宝 因为刚刚看到了对待方的二号宝宝是可以拉起大唐 主要是他是一个全场追归宿 兽魂无自禁 毕竟来保所有人的输出 活血给到宝宝 4000开 没了 4300开刀就没了 化身不能倒啊 化身这一套感觉 他后面还有个嗜血之鸡 没有了直接摁死了 嗜血之鸡再摁死了一只宝宝 历破的宝宝 两只 13号 3号为大死亡套 整场比赛确实是这个 现在想让自己大唐现在起来就很难 好先立一个畅白 三票一个都没中 这个时候很需要这么一个三票的 小使王再挂 不给你留一点喘息的机会 知道你 关联方 对待方没有回血的单位 对吧 关联方的力破重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又想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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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体验感极差 这套比赛怎么打 哇 当前回合中大使王 对方 最战方的武装 当前回合大使王倒地 我觉得应该是 亚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的 这个大使王真的是 亚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刚刚我们才上一会才跟大家说完 三号位的宝宝 这是高连的大死亡 大死亡 历破套 大死亡套 历破的宝宝 哇 唉 这就是他们内部人员说的什么 风头 他们打PK的内部人员就说的风头 嗯 我们称之为运气 运气 对 观战方真的我感觉真的是为所欲为了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点 武装现在倒 观战方只要只要在点倒队 哇 我还以为他会把小死亡给对面的女儿呢 直接开无间无间地狱点队长了 这把呃应该是有了我觉得 我觉得这场比赛啊 就是 孤苏神这边 嗯 运气是非常的不错 真的是非常不错 但同时同时有一些地方是子营城做的不足的地方 就在于他们的一个方寸速度 速度对对对 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场比赛方寸只要比女麻木快 是吧 至少比女麻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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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美一点的话 比尸多快 比尸多快 那这个方寸就很无敌了 对 但问题就在于他的一个方寸速度全场 所以呃第九 比自己大弹快 他比自己大弹快 就比自己大弹快 这我感觉 这一手罗汉没关战方 这边换一波虚弥 这地方就 应该就呃结束了 那是一波 小死亡 他这一回合 尸头现在是没有呃 没有 他只要是利破 利破吧吧 利破加虚弥 用利破 他三号位还有一只利破大死亡吧 换了 不 我还原的他等的话结束 哇 这个蛇4800 1900两条蛇 这两个蛇应该是可以被控制的 我感觉 哈哈 手动控制的蓝鸟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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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现在官方那边还有没有这个就是统计 就是每场比赛啊 哪哪个单位神 哪哪个队伍神多少次的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吧 我记得以前有 大家平常看比赛都可以 大家可以用手手自己记自己 自己记一下也可以 对 这场比赛 也是打到了一个尾声了啊 对方现在场上只剩下了三个 宝宝 而对方的一个大堂的话也是从小死亡 倒下 哎还是觉得对对方有点可惜真的 我觉得他方寸的速度要调一下 对 他他他绝对没有想到实际上 他想他有想到抓鸟子 他开云基本上就想到要抓你的鸟了 对应该是他应正他抓不到 他只能去抓鸟 一切进来的一个剧本应该跟他们所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只不过是在图中发现了一个方寸的速度 出了一个较大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而且同时碰到了孤祖城这边那个运气还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前期孤祖城也打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对 前期风云重力非常的高 连点倒怪弹方的大师托跟那个什么女麻木 女麻木 对 全都是四刀直接带走的 大个的一个伤害你没有办法忽视 对对方的化身起来以后能吸一下小死亡 啊这边挺大惊还是想保化身 就是复杀 十星来吸小死亡跟大死亡 城上的小死亡跟大死亡都起来了 再顶一个大惊 十星没中还好 再起个局员快来往这边直接鬼眼开开飞了 我觉得对那方现在翻盘来说的话 应该就要渺茫 除非来说的话就是一只神很难了 对 最主要是这两条蛇在对这两条蛇真的 特别是对对对方来说的话 呃大唐在亲官大方这两条蛇上 还有破血的那几次官大方宝宝神幼以后 确实给对对对方不管是心理压力 还是真的场面上的局势上面来说的话 都有很都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对 好的啊那这样比赛的话也是结束 那这样的话我们恭喜 姑苏晨 获得了 今天晚上总决赛的一个门票